这一把我从复活点出来就碰到了两个六套要过马路 好了两个都倒了他们队友应该在对面看着没走 这数后是有一个的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四个人 咱们尽量先耗一下等他们都漏视野咱们再打 反正他们倒了两个人我就不信他们不慌 注意看最后一个漏位置了 肯定是想过去就队友咱们直接补掉不给机会 好了现在位置摸清楚了可以打了 术后那个还在那个位置估计也是想就队友咱们直接拉过去 以前面对柯树作为掩体先摸到他脸上 打的那个被他丢起来了咱们先躲起来 你们注意听刚刚被我打残那个跑到右手边来了 这位置太被动了一直被左右夹击咱们得等一个机会 不过还好他队友在我旁边他们应该是不会丢雷过来的 兄弟啊你可千万别留死了我这条命就靠你了 你们注意看前面的拉出来了 OK啊也是终于有机会了 好了现在就上脸上最后这一个了不用耸了直接上 OK全部拿下全部都不开一击好吧 这对人爆了两个红这个掉了一个六头 另外一个掉了一件六甲 这一把我刚来到学校就听到了一队人在打架 你们注意听脚步人都在里面 他们都下去了看现在直接跟上给他们被刺 放倒两个你们注意听楼上的也要下来了 有一个下到一楼了楼顶还有一个脚步声咱们先不管先把一楼的打了 不知道他躲哪去了 好了倒三个现在就剩最后一个了咱们直接上 不知道他是不是六套咱们状态不好先把状态回上再跟他打 OK全部拿下不过就是这一队人太穷了 就这边这个爆红了掉了一件六甲 这里我刚从复活点出来就碰见了两个落单的六套 好了现在两个全死了 前面还有枪声咱们直接拉过去 你们看这里跑过来一个 放倒一个咱们直接换位置 注意看这里还有一个 咱们先到掩体后再跟他打 可惜了这个盒子没有投掷物 他要猛过来咱们先回掩体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这牢地直接就猛过来了 本以为没人了刚想舔包你们看这里又来人了 还好他是喷子不然我就搭了 远点放倒一个 石头后那个是喷子 咱们没必要总直接再拉过去 只要不跟他贴脸他肯定就打不过 他是个条仔没必要总了直接上 OK全部拿下 这两队人是真的黑一个爆红的都没有全是紫光 这把依旧是在学校boss点 这楼顶有两个人在刷boss 趁现在枪声两盖脚步咱们直接顶上去 打倒这两个之后你们注意听脚下又来人了 四处都是脚步声他们要从楼梯上来咱们直接过去赌 这隔壁楼还有一个脚步声应该就剩那个落单的了咱们直接上 OK啊故意翻不进去好吧 好了这个直死的就剩前面的了 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咱们先猥琐一点等他往过来 听着脚步声就一个那就没必要耸了直接上 他是喷子贴脸估计打不过咱们拉开距离再跟他打 打中两枪咱们的优势来了直接顶上去 顶肯定是不会直接冲到他脸上的 在掩体外先把他勾引出来 好了他出来了因为他是喷子肯定不可能跟他贴脸 打的时候边打摇杆往后拉开距离 OK直接拿下让我来看看都掉了什么 这个掉了一把喷子和一个溜头 这边这个掉了一件钢溜 最后楼顶这个掉了一件溜甲